股峰国小16号办理了股峰国小校车 即教师宿舍修缮完工的启用典礼 股峰国小从107学年度开始申请校车 终于在县议员和县政府的协助下给予经费 有新的校车来接送学生 其中可喜可贺的是 还有幼儿园创源到现在23年 终于有娃娃车可以使用 不再让家长来来回接送了 股峰国小12月16号办理股峰国小校车 即教师宿舍修缮完工的启用典礼 股峰国小从107学年度开始申请校车 也终于在县议员县政府的协助给予276万元的经费 他也换校车来接送学生 透过教育处申请教育县区的中型巴士的校车 那那个是已经历年来的一个 已经11年了 那是历行性态换 那这次我们透过教育处协助申请教育县区的 国小部的校车的申请有核定是276万 那这是我们给我们国小部小朋友做的 其中可喜可贺的还有幼儿园创源到现在23年了 现在终于有娃娃车 家长可以放心的上班 由校车来接送小孩上下课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幼儿园专车 就是现在专门在幼儿园的校车 各位都知道我们古风学期就跟小型的花莲一样 南北辖场我们的路途大概10公里 我们幼儿园现在20几位 去年28位 第一年来就听到 可是这个前面校长也有努力过 因为碍于法令的关系 幼儿园小朋友在台上跟着音乐跳舞 模样相当的可爱 这些天使他们的喜事 因为从此就可以搭娃娃车来上下学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就不用烦恼上下课的交通问题了